機車 汽車 公車 擠成一團 這個景象在中和連城路上 甜甜上野 公車更是常常要排隊 等著靠站 網友拍照上傳 騎輛公車緊緊相連 簡直是像BRT 原來是中和連城路 因為捷運施工道路變窄 加上內側車道禁止騎車 機車跟公車統統擠成一團 施工作業造成路況庸塞 連城緊和路口公車站 更是19班公車的停靠站 上下班時間常常塞爆 為了機車族的安全 新北市交通局一好下午就開始 將中和連城路施工路段 進行機車的字樣給塗銷掉 讓機車族不用再和公車 繼承一團 希望能改善當地交通 就是純粹塗銷機車 格當機車的部分 它在行程上安全上的考量 該路段目前增設了 左轉專用道 現在為了機車騎車安全 在開放內側行駛 機車族一致較好 應該還好 這樣比較好 還不錯 但是其實內側 本來就也滿危險的 施工作業已經持續三四個月 交通狀況讓民眾較苦連天 但新北市交通局也順意民意 持續改善 但恐怕等到捷運完工前 大家還是得忍受無解的塞車問題 這裡 李英偉萬千華新北市報導